真的有問題 這時在裸求修法的解決 使無謂的爭分也會減損臺灣的競爭力 第三方面 國會要積極努力的就是 朝委應該疾民所疾 苦民所苦 今天5月立法院通過了 立法院執行行使法的修正 規定朝委學商的時候要全程的錄影 錄音 紀錄 消除各界對朝委這個學商 變成是密室學商的一個疑慮 另外也將朝委學商的期限 從4個月的規定修正為1個月 大門的縮短 所謂修這個學商的時間 避免許多法案延誕未決 這些都是對民眾期待的具體回應 同時下會期 我們也會設立議事的轉播制度 我們也已經完成了 這個到美國去做議事轉播的一個考察 他們報告也做回來啦 我們立法院也即將在8月底9月初 進行朝委黨團學商 未來可能會設立一個這個專案的小組 讓委員 那麼依照政黨一些成員 共同來組成這個小組 來主持整個這個議事轉播的相關事宜 另外呢 我們立法院為著落實 能夠更加強而有力的監督這個行政部門 因此呢 這個大法官非以解釋 所賦予立法院的這個調查聽證權 我們也希望早日的來落實這些這個立法 讓配套的立法工作呢 能夠使得立法的 立法院的這個調查聽證權的早日能夠閒屎 那麼國民黨與民進黨 都曾在政黨問題的過程中 昆北曾經執政與在野 如今雖然角色更低 但是進了廚房才知道廚房熱 每個黨都有執政的機會 而許多執政的困難 兩黨都知道得很詳細 我覺得這是全民的資產 也能讓民主法治更加鴻固 所以朝野政黨都應該逼此將心比心 集民所及 苦民所苦 良性的溝通 以民之所益為先 不分黨派色彩 朝野良性的不動 相信立法效率就能夠大增 民眾也將給予支持 我們剛剛完成二次的政黨問題 那麼根據美國的政治學家 這個Huntington他一再講 一個民主這個民主國家 他應該要經歷過兩次的政黨問題 這個民主國家才算是見識達到成熟 所以我們應該已經符合 他的這樣一個標準 那未來政黨問題或許在以後中間 也可能再度出現 但是這個時候 所以這個時期 所以不敢去做一個任何的一個推測 第四方面 支持國會可以立委信心 國會作為提升國家建政力的重要部門 多年來也經歷不少改革 一直思考如何提升立法效率 以符合民眾的期待 立法委員自第七代級 減半為113席 並且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 立委的職權相對的加重 責任也加重 除了要在立法院審議各種議案以外 也要接受選民的存權 以及許許多多的服務案件 立委、文博與國會與選區 可以說用疲疑文面來形容 那現在8月8號開始 立法院這個游稅法開始又來實施 我想這個方面也是給立法院很多 這個被游稅的規範在裡面 還有這個行政院守地的 這些公務人員的倫理相關的規定 也是已經實施 當然這方面都也能夠讓立法的 一個過程品質和它的內涵 更能夠符合人民的一個期待 社會各界常對立委用極為嚴格的標準 來檢驗所為所行 委員們也都知道人民的期望 對於民眾的指教 委員也都謹記心頭 抱著有責改之 無責加美來看待 許深有許許多多的委員 經經越來的來做法案的研究 實力法案 處理民眾 存情案件等等 那是因為沒有新人線 也就被附裂了 所以剛才我提的意識轉播 這是個制度非常重要 這也是激勵 而是因為我們也能夠 尤其委員能夠朝著 更優質的一個法案研究及發言 那表達他們最好的一個意見 那最好的問政表現 都能夠從議事轉播裡面 來呈現出來 我想這個對提升立法品質 有莫大的一個幫助 有進化說 眾志可以成城 我們希望民眾除了批評 也能以積極的心態來支持國會 給予立法委員做事的信心 更有信心以後 我相信國會一定還會做得更好 當然 台灣的建政力要更好 全民都責無貪貸 很感謝台灣建政力頓潭 成立一年以來 發揮吹井哨子的角色 隨時對政府提出增援 督促行政部門和立法院 甚至有許多建聯已經落實為政府的政策 今天期待台灣建政力論壇 能夠繼續跟著政府 提出福國利民的良策 為台灣的未來共同努力 最後 今天祝台灣建政力論壇 未來能夠更發揮影響力 使台灣的世界競爭力排名 更向前來要進 也祝各位在場的所有貴賓們 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感謝王院長 委員發表 精采的專事文化 今天非常謝謝 蕭副總統國榮的參議院政會 由於有另外行程上的安排 必須先行禮開 讓我們再次感謝蕭副總統的光臨指教 謝謝蕭副總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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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在 recommend 谢谢大家